我别人笑起 那他看啥呢 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真是 5000多人冬天凌晨通宵排队 买这个迪士尼这个什么玩偶 这哥们排队别扭啊 这都没有血也没买着 不愧了 这哥们是为了脑残 怎么说啊 只能说明咱们社会现在进步了 物质文化太丰富 这帮人这个吃饱了春的 不追求点精神文明的事 是点心理难受 我操 一个毛肉玩具咋不生产了 还是咋要排队 和什么东西其实没什么关系 这毛肉人只能说是 大家对尊严对价值的理解不通 就好比你看过去老一辈人 买什么君子兰啊 邮票啊 葬牢啊 葬牢核桃啊 一轮一轮的 那不都是一个套购 控制货量搞积极营销 你别管它是个毛肉玩具 没什么技术含量 随时可以批量生产 但是资本告诉你 很少见很急缺 能升值能赚钱 那就肯定有人要进场 不收割 和什么东西其实没什么关系 说不定以后他们还吵公斤 就好比你被迪士尼耍了 赚了你的钱 还让你心甘情愿的憋到尿心 人家这种年轻人啊 有点不专业 你看以前老年人这个 排队买火车票 还带个脚板凳呢 对不对 下次穿个脚裤 带个脚板凳 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老铁们觉得 以后这种人傻钱多 这种智商生意还能不能玩 或者说下一次 他们会玩什么东西 咱们评论区聊天 下期再见 拜拜